你好 欢迎收看KiniTV快报 击打大臣沙努西早前利用色情言论 批评行动党议员李存孝 影片在社交媒体广传后 不同宗教领袖会执行秘书凯鲁丁反击 一党领袖已经乖离了伊斯兰教义 他对此深感失望 李存孝将在明天向警方给口供 解释他因为权势古兰金 而被指涉嫌收入伊斯兰的案件 不过 诚信党前首相署副部长哈尼巴质疑 警方是否具备专业知识来调查这个案件 约是律师的哈尼巴昨天撰文表示 警方虽然因为接获投报而必须展开调查 但警方未必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调查这个案件 哈尼巴表示 一些一党领袖指控李存孝在影片中诠释古兰金 涉嫌侮辱和玷污伊斯兰 因此警方必须具备对伊斯兰和古兰金的解释 才能定夺李存孝的言论是否等同于侮辱伊斯兰 他进而反问 我们的警队是否具备这样的专业知识 哈尼巴也点出 宗教课题应该由州政府管理 警察没有权限处理伊斯兰教的课题 这个案件的棘手之处在于 李存孝作为业名背穆斯林 他不受任何伊斯兰机构管制 哈尼巴也认为警方可能会根据煽动法令 或通讯与多媒体法令来查案 这是合理的主张 但依然没有解决问题 无论如何 哈尼巴强调 他无意支持李存孝或伊党 纯粹想通过法律的视角来讨论这个问题 彭亨伯朗埃周期不选 星期六正式开打 国盟昨晚到文东附近的火镇堡垒区造势 不过反应一般 现场有许多椅子都空着 这场国盟街头演讲在珍墨美肯局区 Belda Chamomoy的夜市举办 现场可见有很多空会 场面也相对冷清 昨晚的演讲嘉宾包括伊党树立主席端伊布拉辛 戴马鲁国会议员沙拉米亚等国盟领袖 他们所发表的内容如往常一样 以攻击巫统和行动党合作 来吸引国阵选民转投国盟 讲座最后在大约晚上11点半结束 珍墨美肯局区也是国阵候选人阿米扎的家乡 被视为国阵的堡垒区 与阿米扎禁足的另外两名候选人 分别是国盟的卡辛 及独立候选人哈斯里·丘米 击打中午大臣沙努西证实 他已经针对击打暴残吸毒滥权案 向反贪会给口供 另外 内政部部长塞夫丁强调 随着有9人因为这个案件被提控上庭 证明事情确实发生过 沙努西今天出席击打中议会后告诉记者 他在两个星期前向反贪会给了口供 并回答了4道问题 不过沙努西并没有说明路供地点 另外 塞夫丁昨天在面子书表示 有人对稀土盗财案换上否认政后群 他强调当局将会以擅闯击打西线森林保护区的罪名 提控更多嫌办 塞夫丁也暗示 击打州政府和机构涉及这一宗案件 各界只需要耐心等待 昨天 9人因为擅闯击打西线德瑞森林保护区 而被控上华林地庭 这些被告包括四名大马人 四名印尼人 以及一名中国人 安华早前促请各方 应该避免骚扰性少数群体 但一党树立主席端伊布拉辛认为 安华不应该姑息不道德的行为 否则将会危害社会 特别是穆斯林 端伊布拉辛昨晚 在国盟一个肯治区夜市演讲时指出 根据胜讯 先知穆罕默德要求信徒 阻止恶性和不道德的行为 尤其是掌握权力的信徒 安华前天在接受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专访时解释 大马政府查进性少数的相关内容 源于社会共识 安华表示 性少数不公开是社会共识 因为社会不接受性少数 但安华也强调 政府应该给予尊重 尽量避免去骚扰性少数 基隆坡高庭去年允准统性恋OK 基督教观点的作者欧阳文峰 撤销内政部的禁书令 但上诉庭今天推翻高庭裁决 恢复内政部在2020年颁布的禁书令 上诉庭三司今天以2比1的票数 批准政府的上诉 上诉庭法官宣判时表示 部长合理的认为 这本书的内容有损害公共秩序的风险 2020年12月 内政部宣布将同性恋OK 基督教观点列为禁书 隔年2月出版社文韵企业 和作者欧阳文峰入禀法庭挑战内政部的禁书令 但今母亲罗树凤原本入禀联邦法院 试图挑战上诉庭允许玻璃市伊斯兰宗教 与马来风俗理事会Markips 介入他三名孩子监护权案的判决 但他如今已撤回上诉 罗树凤的代表律师今天已向联邦法院提呈终止上诉的通知 联邦法院原本责定明天临审 随着罗树凤撤回上诉 意味着他不再阻止玻璃市当局介入他孩子的监护权案 首相兼财长安华将率领马来西亚代表团 出席今年11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经济领导人州 安华在结束四天纽约行程前 在记者会上说 除了APEC领导人会议外 东盟领导人将应美国总统拜登邀请参加个别会议 但缅甸除外 APEC成员占全球人口近40% 占全球贸易近50% 占美国商品出口超过60% MING PAO CANAD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